好,内阁改组名单昨天底定了 而传统的八部换了五个部长 变动可以说是最大的 这跟过去的内阁相比 这次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新任的行政院副院长朱立伦了 他只有48岁 打破了政府前台以来 最年轻富格魁的记录 刘内阁是号称博士内阁 包括了刘兆玄自己 内阁一共有24位博士 而吴内阁虽然也有22个博士 但是吴敦昱本身是台湾大学毕业 是学士 前后内阁相比博士是少了两位 而这个准富格魁朱立伦 就要左马上任了 这一次他可以说显得很低调 特别要求大家 他的身任是去救火的 因此不宜举办任何的欢送 当时跟县政府人员相约 是等到12月县长选举结果出炉 再跟大家一起举办 因此在昨天的时候 县议会只为他办了简单的茶会 以表欢送他 在桃园县政府的广告中 县长朱立伦站出来替桃园宣传 的确看到朱立伦就想到桃园 在平民媒体县市长施政 满意度调查当中 除了今年调到12名 朱立伦在过去的两年都畏惧第二 仅次于新竹县长林正泽 如今成为准富格魁的朱立伦 还是很低调 能退就退 办公室内的祝贺花篮 住这么几盆 大家抢着帮朱立伦办庆功宴 也被管局 朱立伦很低调 强调自己的升任是去救火 不适合举办欢送仪式 于是跟大家相约 12月县长选举结束 会再跟大家一同欢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处理完手头上的公务 Jones问简正风 李玉姿 桃园采访报道